買電器和看風水其實都要看季節 而農曆新年左右就是買電視的好時機 又聽一下音響達人Eric和電視店長Kit怎樣說 何時買新電視是一個好時間 其實都有一個模式 因為我們觀察在香港市場來說 多數是年中會有新機出 年中新的新機其實在年初 例如CS的時候就會提出 你大概都知道未來的品牌有什麼新機出 所以1、2、3月多數是一些 例如聖誕新年加農曆年的檔期 很多時廠開始會清貨 這個時間你買上年的高加型號是非常值得 現在的電視同一個牌子同一個尺寸 價錢分別都可以很大 其中4K已經是入門款都已經有的基本功能 還未升級到4K的朋友 是時候考慮一下 43吋其實現在大牌子 $3,800左右 已經是全齊了 有4K上網Wi-Fi Levels 打機HDR等全齊 貴是43吋到同一個牌子到6,000多 差差不多一個雙倍 貴四、五倍有些就有些什麼 就是8K的Q套 8K的Q套 今年55吋剛剛新出 剛剛新出第一年 基本上一定不會買得這麼便宜 當然你的解像度 看不看見見人見智 差那麼遠的話分別在哪裡呢 我們這些普通人又要不需要追新款呢 平價和貴價的差別在哪裡 我現在會經常說是畫面的立體感 還有畫面一些黑位和灰位 一般的入門機可能都會有些相對偏灰的畫面 亦都因為畫面偏灰 影響了整個畫面的立體感 或者叫做對比度 所以這個是我會覺得入門級和貴價機最大的差別 近期最多人說的可能是4K120 用來打機那樣東西 還有會否說HDMI 2.1有些新的功能 其實都會有人留意 但是如果你只是一個用來看電影 或是看劇集的人 我覺得那些2.1的功能對它來說 就不是真是很重要 銀碼有距離的情況下 你裡面扔些料一定漂亮很多 例如表面的顏色是真的實一點 但是你說比貴了一倍價錢 會不會漂亮一倍正常一定不會 但是好看你怎樣個人用 例如你說我純粹一般看電視 有回到開電視的聲音 播劇這樣買一部四千元很足夠 但是你說我買一部新的遊戲機 那些要支援什麼高解像 hz也要高一點 就買這些真的有分別 好像買股票那樣 技術分析大家都不喜歡聽 我們就直接推介一些型號給大家 便宜價之選會是這一部 Samsung 55吋 TU7000 市價大約是五千多元 基本功能齊全 邊框夠幼外形看起來都有旗艦機的感覺 而且還有更加便宜的43吋 便宜價一係就有這部Sharp C60BK1X Sharp出了五部Android TV 當中60吋或以上的款式都用了日本製的面板 而售價是一萬元以下 在60吋的電視來說都算是比較少見 真的很有趣 43吋、49吋、55吋 全部都是欠幾百元 幾百元 你一到55吋跳到65 其實距離是很大的 欠一倍價錢 55吋、五千多元有了 65吋沒有萬一元都買不到 Android TV在操控上面都有一定的優勢 現在的遙控多數都會有語音輸入 而Android TV就特別準確 果子 字還要自動轉 用來操作Youtube和Netflix都頗方便 買電視的時候都不妨留意一下遙控的設計 講到日本牌子 他們的確是比較受歡迎 而Kit亦都說真的有分別 如果你譬如說多人買的高階型號 通常人都會買日本牌子多 因為日本牌子的口碑好一點 還有實用服務都不同 如果你Touchboard講句 萬一有分別 真的有分別 Touchboard講句萬一 不要坐不著機 很快上網幫你搞 因為有些牌子是真的挺耐下的 其實實用服務是 講到日本牌子 當然不能不提Sony 推介型號是X9000H 它支援PS5的120Hz高正數畫面 55吋款式市價大約是11000元 貴是貴一點 但120Hz是HDMI 2.1新技術才有的功能 預計這一年都不會大跌價了 想試新技術就要多些了 比較多人留意的技術還有OLED LGCX48也是比較多人買的OLED TV 48吋市價大約13000元 OLED的賣點是顏色鮮艷 LGCX系列就將OLED TV擴展到遊戲的功能 一樣支援120Hz 不過OLED光源是直接發光 用來打遊戲機 亦都有人擔心落印和耐用度的問題 不熱的 很少溫度 如果你說一般不是OLED的機器 但譬如你摸一部OLED 這些是滾滾的 而打遊戲機真的不太建議 因為你打遊戲機會定了畫面 是很明顯的 通常譬如你玩賽車遊戲 足球遊戲 下面有個足球場 你一玩就玩很久 那些真的不太建議 如果你說還未有需要換電視 亦都可以留意一下今年的新電視技術 再等下遲些才購買 剛剛21年我覺得有一點要留意 就是因為CES去Alancer 一些新機可能用Mini LED的背光 或者在OLED TV上面 都會有些新的技術 去改善它們的光度 如果你是對畫質有一個很大的要求 其實21年在技術上 當然是有一個brake through 那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真的很關心 又或者你未必設備 電視壞了要立即更換的話 是可以看看今年的新機 記得訂閱果子啦 還有要按下鈴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